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 带你来解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3年7月27号 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 咱们先看看俄军又在轰炸乌克兰 就是26号夜里俄军出动了12架图95轰炸机起飞 根据乌克兰空军报道 有记录显示从离海地区发射导弹 俄罗斯空天军26号17点45分 就是莫斯科时间 导弹已经飞向指定目标 这12架图95轰炸机一共是携带了72枚巡航导弹 根据乌方报道 赫尔松地区的贝里斯拉夫区和哈尔科夫发生爆炸 其余导弹正在向蒂涅波罗彼得罗夫斯克和波尔塔瓦地区改变航向 乌克兰媒体还报道称 克里缅丘克和克罗皮罗涅斯基可能被攻击 乌克兰全境已发布空袭警报 很显然啊 这个俄罗斯啊 现在加大了对乌克兰的空袭 我想啊 这个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说是报复那个乌军啊 炸断克里米亚大桥 这么简单 俄军现在出动空间军 这么狂空烂炸 实际上可能是在转移 它在战场上的压力 还要牵制乌军 为什么这么说啊 在克里米亚 乌克兰空军使用17架无人机 炸毁了俄罗斯位于克里米亚的第三个主要弹药库 这个弹药库的战略目标是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主要补给线之一 尽管俄罗斯国防部声称击落了所有无人机 但乌克兰人摧毁了维尔纳附近三个专要弹药的机库和 新斯特波维的一个维修战 引发了人们对这一说法准确性的怀疑 这些具有战略意义的目标 扰乱了俄罗斯的主要供应线之一 同时乌克兰军队对托克马克、顿列刺客和马基夫卡进行了一列打击 地理定位镜头显示 马基耶夫卡发生火灾 表明对仓库或人员集中区的袭击成功 考虑到最近的这些袭击以及之前对克里米亚桥梁弹药库的袭击 以及对各个城镇的持续袭击 很明显乌克兰人正在通过严重影响其后勤来逐渐破坏俄罗斯的防御 此外,俄罗斯士兵报告称 零线上的炮火有所增加,乌克兰使用极数弹药 为了挫败乌克兰的计划 俄罗斯军队在卢干斯克地区发起了多次进攻行动 为了迫使乌克兰将炮兵系统迁离扎布罗热并重新部署兵力 俄罗斯军队迄今已经进行了四次尝试 尽管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这些努力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局部 并被乌克兰的抵抗所扼杀 俄罗斯在卢干斯克地区集中了多达10万军队 然而东部部队发言人报告说 乌克兰武装部队成功击退了这些破坏前线的企图 并成功遏制了俄罗斯军队 使他们能够集中精力在南部进行反攻行动 另外啊 俄罗斯的空袭已经达到罗马尼亚边境 俄罗斯空军采取大胆行动 摧毁了乌克兰最后一个可用港口 目标是距离罗马尼亚领土仅200米的基础设施 据乌克兰总参谋部称 许多重要基础设施遭到破坏 包括几个储存穀物的仓库 这次毁灭性的袭击实际上阻止了粮食出口 导致船只滞留在港口外 俄罗斯消息人士称 乌克兰一直在利用这个港口 向黑海发射海上侦察和神风特工队无人机 据称对塞瓦斯托布尔和克斥大桥带 俄罗斯舰队进行恐怖袭击 这让情况更加复杂 作为报复 乌克兰空军对位于莫斯科的 俄罗斯国防部大楼进行了无人机袭击 尽管至少一架无人机成功击中目标 但部署在国防部附近屋顶上 俄罗斯防御系统 无法拦截任何无人机 俄罗斯国防部对此予以反驳 声称部署了电子战系统 成功压制了这些无人机 当后来透露其中一架无人机 并未被压制 而是被转移到附近一座摩天大楼 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就是俄乌双方 现在都互相开足马力 互相轰炸 26号晚上 俄军又向乌克兰全境 发射了几十枚巡航导弹 到底多少枚 可怕很快就会统计出来 那今天重大的成果就是变化 对乌军来说叫成果 那对俄军来说 那就是损失 那么这个变化就在巴赫木特战场 昨天咱们节目也介绍了 在巴赫木特南亿 克兰南边叫安德里夫卡 这么一个小村庄 实现是个小驿站 乌军的埃达尔营 昨天拿下了这个安德里夫卡 今天乌军的这个埃达尔营 又从南部进入克兰 余还留守在克兰的这个俄军 进行激烈的交火 到目前为止 根据俄罗斯媒体的报道 这个克兰 俄军基本已经全部撤退 在这附近的 有俄军的57旅第83散兵部队 还有车臣的阿赫马特特种部队 有网友发这个社交媒体上 发出信息说 这个车臣的阿赫马特特种旅 他在在线直播 他们是边撤退 边在线直播 宣布剩余的全部车臣部队 都撤离巴赫木特 在线直播中 车臣特种部队告诉家人们 说由于伤亡太多 敌人指的是乌军 攻势太猛 我们车臣所有的部队 全部撤离巴赫木特 在这个直播的最后 车臣阿赫马特特种部队 告诉家人们 说巴赫木特已被敌人占领了 即将完全占领 乌克兰武装部队 东部集团发言人切雷瓦蒂说 乌克兰武装部队 已经将俄罗斯人赶出了安德利夫卡 通过今天这一行动 以及巴赫木特周围 其他定居点解放 乌克兰武装部队 完成了对巴赫木特的包围 大家可以看这个视频啊 这个是俄军拍的 克兰的一个现状 从这个村南一直到村北 全部遭到了炮击 这是谁炮击的呢 是俄军在炮击 就这个也足以说明 俄军应该是撤离了克兰 克兰已经被乌军拿下 大家可以看这个照片啊 这个是克兰被乌军正式收复 这是乌军在克兰这个阵地上的合影 那么到现在为止啊 乌军算是拿下了巴赫木特的南大门 基本上切断了巴赫木特俄军啊 南逃的路线 这个M03和0513公路啊 俄军就没有办法使用了 在巴赫木特城里的两万俄军啊 能够顺利撤离的时间啊 越来越短 巴赫木特北线呢 比尔霍夫卡还苏洛达尔 这些地方俄军啊 他又打不动 是乌军在守 俄军进攻啊 那么俄军啊 他的空架部队发动了一轮又一轮的进攻啊 但是就没有打动 南逸呢 俄军已经丢失了 克兰已经被乌军拿下 所以这个巴赫木特的俄军啊 现在已经进入倒计时 我们再看看这个扎布罗尔方向 根据这个CNN的报道啊 他说 俄罗斯官方称啊 乌克兰军队在扎布罗尔地区的大规模进攻 已经突破了俄罗斯的第一道防线 基站任在进行中 俄罗斯驻扎布罗尔军民管理局的一位成员 弗拉基米尔说 敌人至少动用了100辆专甲车 攻击了扎布罗尔前线 奥列霍夫地区 在拉伯蒂诺附近发起了多次冲击 成功打入了我们第一阶段防线的三个区域 他写道 这些旅的战士在国外接受过训练 配备了包括 暴式坦克和布拉德利步兵战车 现在这个地区正在发生激烈 惨烈的战斗 什么意思呢 这个乌军在扎布罗尔这 居然也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而且在很多地方 这个第一道防线已经突破 可见这一天 这个乌军的收获还是非常大 在这个库班方向 咱们一直重点介绍的 这个乌军的第33机械旅 对前方的这个 俄军的阵地 进行炮火洗礼 猛烈的炮火之后 乌军向罗布基涅东北部发起冲击 然后又是使用了坦克步兵战车 砖甲运兵车 布拉德利战车等 80余辆砖甲设备 乌军成功渗透到三个阵地 现在这一地区正在发生激烈的战斗 同时乌军的第118旅 一部分部队乘坐8辆砖甲车和坦克 从辛达尼利夫卡出发 作为第二波支援进攻部队 向南推进 从乌军现在进攻的规模越来越大 这个也表明 乌军也有可能展开全面的反攻 这个战斗惨到什么程度呢 7月25日 俄罗斯的列宁格勒军团司令 亚历山大罗维奇 瓦树林善校 遭乌军炮击 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急速炸弹炸的 单场身亡 又一位善校去军事化 这位善校是不幸的 同时他也是幸运的 因为他再也不要为这些数据所烦恼 再也不要为这个部下向他抱怨 没有反炮兵雷达 然后被乌军的炸弹炸的无处躲藏 对乌军的炮兵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无可奈何 我们看到更多的都是俄军炸毁了 多少辆鲍尔坦克不大的得力战车 实际上他们也不是被俄军摧毁的 就是反坦克地雷炸了 所以我们看到更多的损失都是坦克转甲车损失 很少看到有报道乌军炮兵部队的损失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过 俄尔的由俄军用柳叶刀无人机炸中了乌军的什么 M777榴弹炮或者是炸中了什么一个自行火炮 那都是非常少 大家也知道一般的无人机要炸中了 它是实时录像的 而且数据都会传回去的 如果它要炸中了那俄军肯定要宣传大吹特吹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 就是这个俄罗斯的前线指挥员说的 俄军缺乏反炮兵雷达 那你没有反炮兵雷达 那你只有被动挨打 就是乌军的炮打过来了他都不知道从哪打 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就能锁定乌军的炮兵的阵地 让马人给予还击 他做不到 所以他只有挨炸的份 那俄军的炮兵呢就是全覆盖 所以咱们一直说 这个乌军就在前线 它主要是吸引了俄军的炮兵阵地开火 要炮击 他们只要一炮击 乌军的这个开马斯 他们马上就知道 俄军的阵地在什么地方 马上还击 所以这个俄军的前线指挥员都在抱怨 他们缺这种反炮兵雷达 对乌军的大炮无可奈何 这回这位善孝司令再也不用操心了 也不用再报假数据给这个烧一股 天天为这个报什么样的数据而上脑筋 而焦虑啊 报多了自己都说不过去 报少了少一股不高兴 这是目前战场的一个情况 咱们再看看这个外交和军事援助 昨天啊咱们介绍了 乌克兰啊 要自己生产无人机 这个产量还很大呀 那么今天 乌克兰总理 叫施密哈尔 他说啊 乌克兰政府拨款 400亿戈利夫纳用于生产乌克兰无人机 这个数字不小啊 400亿戈利夫纳大概齐10亿美金啊 恐怕不止 拨10亿美金生产无人机 那得多少架啊 够俄军喝一壶的 土耳其宣布研制出世界上第一枚远程智能水下鱼雷 土耳其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 鱼雷可以从高空 从F16战斗机和无人机进行空中投射 如果采用无人机封群战术 采用饱和发射方式 将对舰艇产生一定的威胁 关键是什么呢 关键是土耳其的该款鱼雷啊 叫智能水下鱼雷 它很多零部舰来自乌克兰 随着普京跟埃尔多安的关系越来越僵化 那么极有可能 土耳其把这款新的鱼雷 直接援助给乌克兰 就是直接去做实验 乌克兰本身就是个新型武器的实验场 因为现在黑海非常紧张 乌军用无人艇无人机打击黑海舰队 好像效果不是很好 这个黑海舰队是离海岸300公里以内不过去 免得乌克兰的反舰导弹 击中了这个黑海舰队 所以它吃一件展翼制 不到海岸附近 那乌军只能靠无人机和无人艇 去攻击黑海舰队 现在攻击的效果一直不理想 那么如果乌军有这样的 叫智能鱼雷 有无人机携带 等要飞进目标的时候 无人机就把这个鱼雷扔到水里 如果你选择在这个战术得弹 就是饱和攻击不同的方向 同时好几个鱼雷去进攻这个黑海舰队的舰体 那么这个极有可能就把这个军舰摧毁 我想土耳其把这种武器援助给乌克兰 它没有任何压力 英国驻联合国大使伍德沃德星期二说 根据我们掌握的信息 俄军可能会进一步扩大 对乌克兰粮食设施的攻击范围 在黑海航行的民用船只也会受到袭击 这个俄罗斯是疯了 英国情报机构还称 俄罗斯联邦黑海舰队派出谢尔盖科托夫号护卫舰 拦截死亡乌克兰的山船 已经派这个黑海舰队的军舰 去拦截这些山船 英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吴百娜 二十五日表示 英方获取信息称 俄罗斯在退出黑海运粮协议后 军方将进一步扩大对乌克兰粮食设施袭击范围 包括对北约成员国罗马尼亚接染处的进行袭击 同时黑海民用船只也将被视为攻击目标 在乌克兰港口航道埋涉水雷 本月二十七日 俄罗斯圣彼得堡将举办第二次俄罗斯非洲峰会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峰会上接待多名非洲国家领导人 吴百娜表示 此次英国希望非洲领导人能够向普京传达强有力的信息 让俄罗斯重返黑海运粮协议解决非洲粮食危机 如果南非在普京出席金庄峰会时逮捕他 俄方将视此为战争行动 这个英国人说这么多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他的意思就是俄罗斯推出黑海粮食协议之后 给非洲带来的巨大的损失 现在俄罗斯黑海舰队在拦截山船 那么27号俄罗斯非洲峰会在圣彼得堡举行 英国要求非洲这些国家向普京施压 你不是俄罗斯欧洲峰会吗 这非洲人都没得吃了 还开什么峰会啊 为什么没得吃啊 就是因为你封锁了黑海 退出了粮食协议 导致乌克兰的粮食运不出去 我们再看看这个《泰晤士报》 它是怎么说的 根据《泰晤士报》报道 超过70%的非洲国家没有派领导人 参加圣彼得堡举行的俄罗斯非洲峰会 几乎一半的峰会参与者 派出了级别较低的代表 其中17人由副总理和部长率领 5人只是大使 俄乌战争爆发后 多数非洲国家选择中立态度 或者比较倾向俄罗斯 也没有非洲国家追随西方国家 对俄罗斯采取制裁行动 但是俄罗斯不久前宣布退出黑海粮食协议后 一些非洲国家改变了态度 因为数多非洲和中东国家 都从乌克兰进口粮食 肯尼亚和埃及政府公开谴责了 俄罗斯单方面退出黑海粮食协议的决定 许多非洲国家不参加圣彼得堡峰会 也是对莫斯科表达不满 会前俄罗斯公布 非洲五十四个国家中有四十九个宣布参加会议 什么意思呢 俄罗斯准备在圣彼得堡搞大会 跟非洲五十多个国家齐聚一堂 俄罗斯要影响非洲 你看都在拉拢竞争非洲 东方大国也有个中非论坛 都是一样的 都是花钱的 请人来增进感情 做声音 开发 合作 但是这一次因为这个俄罗斯退出黑海粮食协议 这个非洲这些国家 只有四十九个宣布参加 宣布参加里面的又有一半 来的恐怕都是 部长或者大使 即使表达不满 但是呢 俄罗斯人呢 他也觉得很冤 7月26日 据卫星通讯社报道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 表示尽管西方国家制造了种种困难 当俄罗斯任向非洲运送了超过1200万吨粮食 俄罗斯总统普京最近表示 俄罗斯有能力 在黑海粮食协议中止后 用俄罗斯的粮食替代乌克兰的粮食 并在受到制裁的情况下 继续向非洲国家供应粮食和化肥 你看这俄罗斯人说的好听 这说的比倡达好听 用俄罗斯的粮食替代乌克兰的粮食 来解决非洲粮食危机 实际上是为了开这个大会 普京吹出去这个牛 稳定一下非洲这些国家的人心 你们没有粮食不要害怕 我到时候把粮食给你们 我来提供粮食和化肥 非洲的兄弟们 不知道有没有跟俄罗斯打过交道 俄罗斯人做生意啊 不占便宜就是吃亏 怎么可能还免费的 或者是叫物美价廉的粮食 提供给非洲呢 对俄罗斯来说粮食就是武器呀 所以这些非洲国家一定不能上当 罗马尼亚外交部证实啊 本国一艘船船 7月24日在多脑河左岸的乌克兰 雷尼港遭到俄罗斯袭击受损 这就意味着一艘属于北约成员国的 以及欧盟成员国的民用船只受损 当然它是在乌克兰的港口 乌克兰这个叫雷尼港啊 实际上就挨着罗马尼亚 说只有200米 乌军炸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港口 把罗马尼亚的这艘船呢 给炸伤了 那现在就看北约怎么处理这事 昨天咱们说上一次在芬兰 在立陶宛召开的北约峰会上面 这个乌克兰要加入北约不是没有办法加入吗 因为还在战争状态 所以呀 他们就搞了个过渡方案 搞了个叫北约乌克兰理事会 就是北约加乌克兰理事会 这个理事会刚成立 现在就遇到了黑海粮食危机 那泽伦斯基就要求北约乌克兰理事会要开会研究 又怎么处理这事 所以这个北约乌克兰理事会啊 声明在粮食协议中止的背景下 北约正在加紧在黑海地区的勘探 所谓的勘探是指它的存在 就是要找一条安全的路 护送乌克兰的粮食安全运出黑海 那你北约乌克兰峰会 理事会既然成立了 那你记得干活啊 你不能光搞个牌子挂上 啥活不干呢 那这就是活之一 北约你记得参加 那根据美国方面啊 知情人士透露 说美国海军要进入黑海 为乌克兰运联船护航 黑海沿岸三个北约国家 土耳其、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 都有可能参加美国的这次联合护航行动 北约目前已经向俄罗斯黑海舰队发出警告 一旦威胁到护航舰队 美国海军就会向俄罗斯海军开火 那现在就看这个北约乌克兰峰会 他们到底怎么处理这事 会不会成立一个联合舰队来护航 如果说北约乌克兰理事会 不能解决这事 那你成立这个理事会有啥意思 你不是自己打脸吗 这个德国商报周一报道 它说乌克兰正在使用 来自俄罗斯的原油 这个咱们也聊过了 但是像他说的这么详细的 咱们一起看一看 他说这些原油主要是由匈牙利 和土耳其等国为西方国家提炼的 来源是俄罗斯 比如匈牙利 它尽管是欧盟成员国 但该国已经获得了通过 俄罗斯管道进口原油的特别豁免 因此在不受欧盟对莫斯科制裁影响的情况下 匈牙利石油和天然气巨头能大量进口俄罗斯原油 然后再以较低的价格向乌克兰供应能源 报道原因乌克兰海关官员的话说 在过去6个月里对乌克兰销售额翻了一番 这家德国报纸还指出 尽管乌克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外部进口 但它还没有出现石油短缺 分析人士告诉这家德国媒体 燃料主要通过波兰的铁路运输 按照报道的说法 现在乌克兰的战争机器 主要就是靠俄罗斯的燃料在运作 所以说来说去 你看乌克兰那么多豹二 什么布拉德利战车 还有西方援助的专甲部队 那个装备 你小到摩托车得有多少 这些油全部来自于国外 乌克兰到现在也不缺油 老是喊着缺炮弹 油它是不缺的 那这油最终是来自于俄罗斯 所以说乌克兰是靠着俄罗斯的这个 第一架的原油在打仗 大家也知道匈牙利呀 土耳其从俄罗斯进口 原油 它不是有限价吗 不能超过那个限价 所以都是第一架的原油 然后他们一练练完之后 直接通过波兰的铁路运到乌克兰 知道什么叫源源不断吗 这就叫源源不断的 石油通过管道 源源不断的从俄罗斯运到匈牙利 运到土耳其 然后土耳其 匈牙利还有保加利亚这些国家 就玩命的在那炼油 运完油之后又通过火车 源源不断的运进乌克兰 而且都是便宜的原油 你说这个是奇怪不奇怪 俄罗斯靠出口原油 转外汇 来维持它的战斗力 它卖给匈牙利的 卖给土耳其的 它是应该收欧元的 比卖给印度合算的 印度那是收卢比 你看所以它源源不断的 卖给匈牙利 卖给保加利亚 卖给土耳其 收到钱之后 它想办法去买它的 这个军需物资 用于战争 结果乌克兰也是用它的原油 来支持自己的坦克 转甲车运转 那你说这个战到底谁打谁呢 谁是冤大头呢 布林肯今天在见到记者的时候 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说 摔一股应该告诉普京 三个俄罗斯 都无法击败现在的乌克兰 这布林肯说话很有意思 他说摔一股应该告诉普京 你要告诉普京真实情况 你就是三个俄罗斯啊 你都打不过乌克兰 那布林肯这个话 有没有吹嘘的成分呢 我觉得啊 他这个话还真没有吹牛的成分 只要普京啊不敢动用核武器 如果他要动用这个战术核武器 那这个战场生态就会发生改变 这个万能而演进就不好说 至少局面就不由乌克兰说了算了 就如果要动用了战术核武器 因为乌克兰没这东西啊 只有北约有啊 只要不动用这个核武器 那俄军啊 在战场上他没有赢的可能 他只有输一条路 无非就是拖的时间长一点 本来一年就能结束 就是明年这个时候差不多 这俄罗斯也消耗的差不多 血啊也放的差不多了 但是布林肯是三个俄罗斯 那他耗的时间就长一点 大家可以看这个视频啊 这都是俄罗斯干生产的 最先进的坦克 这个应该是T14吧 或者是T72升级版 总之好像没怎么看过 不太像俄式坦克啊 给人感觉还挺先进 但这就是坏了事嘛 咱们一直说的啊 你如果现在用的是俄罗斯的库存 那对俄罗斯无所谓 打掉就打掉了 如果是自己生产出来的 那是俄罗斯在失血啊 勒紧裤腰带生产这些玩意 铁嘎的 送到前线 被人家导弹给干掉 那个布拉德利啊 上面逃逝反坦克导弹 那就专打这玩意 百发百中啊 但无虚发 反过来我们看看乌克兰啊 这个有一个北约高级军官 叫皮尔·昂罗 近日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 表示啊 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 北约国家一直向乌克兰输送武器 其中大部分是封存了数十年的 过时武器和退役装备 从而借机为自己的军队更换新一代装备 此外 不同的北约国家向乌克兰提供的武器装备和弹药 往往不兼容 昂罗认为北约国家就像在利用乌克兰处理过时武器 你看看 乌克兰用人家的要报废的武器打成这样 实际上这个前北约的高级军官说的没有错 第一批在乌克兰消耗的武器一定是退役的 库存的 要不然德国不可能把它什么 爆衣 修一修 还拉出来让乌克兰用 那个米格29 那都是要淘汰的 但是对乌克兰来说 有啊 总比没有要好 先把这些退役的给它消耗掉 然后再把现役的 已经用了几年的提前退役 又让乌克兰消耗掉 那北约这些国家都换上了新装备 这里面就有个问题 那你说这些退役的和库房的拉出来的 你说它值多少钱呢 它也可以说值零 对吧 不值钱 不需要钱的 甚至应该给乌克兰钱 因为它替它销毁了 所以这个账看你怎么算 只有那些从那个军工厂的库房里面 刚生产完 或者生产计划排表了 已经排班了 要生产15毫米的炮弹 要生产什么 标枪导弹 加班加点 这些东西是要钱的 生产线上拉下来 直接运到乌克兰 那这个很贵啊 一枚导弹十几万美金 对吧 那个海马斯火箭炮炮弹 好像一枚也是15万美金呢 那个是值钱的 那个急速炸弹 不仅不值钱 应该是要送给乌克兰钱 因为它替它销毁了 这个美国啊 以前生产了大量的急速炸弹 堆在那儿没有用处 还要保管 还害怕它出事 销毁吧 还要费钱 还要造成污染 这回好了 全部送给乌克兰 相当说乌克兰 把美国解决一个大问题 所以你要这么一对比的话 首先俄乌双方都是在 销库存 销过去退役的 淘汰的那些东西 当然一个是销的北约嘛 一个是销的俄罗斯自己 俄罗斯也不是销的自己 俄罗斯实际上把所有的 俄式武器啊 全球俄式武器 估计它也solo过来了 美国和英国也一样把全球的 这个苏式武器能买的都买了 送到这个乌克兰去 然后让那些卖家趁机换上 美式装备 不要用那个俄式装备了 这么说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双方都是先耗库存 看谁的库存先耗完 谁的库存先耗完 那后面他就开始花钱了 那真的是真金白银 要花外汇 俄罗斯现在已经开始花外汇了 所以说 布林肯说三个俄罗斯都打不过乌克兰 这个绝对不是吹的 你这么再打下去 俄罗斯国内就要出问题 他没钱了 北约欧盟这些国家还没动呢 还在耗库存呢 让他生产15毫米的炮弹 他们也不积极 因为那个要花钱了 所以这个战只要一算 那普京亏大了 所以说普京应该是 早投降 早受益 不要再耗了 耗下去 把俄罗斯耗垮了 俄罗斯不分裂都不行 好这期节目 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